女人在舞会中如鱼得水 是个极宠爱于一身的交际花 男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 她外向热情 与自己的内脸木讷截然不同 也许人们都会爱上与自己不同的人 男人同她搭讪后一起跳舞 被她迷住 成为了小甜狗 才认识没两天 就急哄哄地上门提亲 要她嫁给自己 女人面对闪婚的请求感到意外 但还是头脑一热 一咬牙就答应了 原来女人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女 嫁给男人当然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因为母亲觉得她老大不小了 还嫁不出去 拿她和嫁了好人家的妹妹做比较 女人哪里听得了这样的嘲讽 催婚也不能这样催吧 于是一赌气就嫁给了男人 可悲的是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坟墓 爱完的女人找不到婚姻的乐趣 她只觉得男人老实又无趣 天天埋头工作 不懂风花选月 女人自然是要出去找点乐子 她在看戏时认识了领事馆的官员 官员和自己的男人不一样 是个情场高手 即使是看不懂的京剧 她也能随口编出幽默有趣的话 逗得女人花枝乱颤 不过官员和外面的女人只是逢场作戏 偶尔沾花惹草已成习惯 女人却把这段情当真 坠入爱河 殊不知自己的男人都看在眼里 这天她和官员又在你蒙我弄 房门把手却被人扭动了 是有人在门外 她和官员惊慌失措 报警对方 以为好事就要败露 结果门外的人并没有进来 就悄悄离开了 女人以为那只是虚惊一场 却在和官员完事后 发现了男人留下的纸条 但没有点名女人和官员的事 其实男人就在门外犹豫不前 知道女人在里面行苟且之事 却顾及体面没有破门而入 这样的选择实在是隐缘 也是因为男人足够爱她 这天男人和女人说 她将去到瘟疫泛滥的中国乡村 因为她有着不同寻常的责任心 男人身为一个细菌学家 这次自愿的活动是为了研究 出身医学的她还可以救死扶伤 希望女人收拾好行李立即出发 女人大惊失色 摇摇头说不去 要送死她自己去 不要拉她当陪葬 男人坚定地要她陪同自己去 眼神却非常淡漠 她威胁女人 如果不陪她去中国 她将以女人通奸为理由离婚 女人花容失色 她还以为男人蒙在鼓里 被看穿得她一时间坐立不安 面对这样的威胁 女人开始破罐子破摔 说要离婚可以 但不要败坏她的好名声 毕竟人在外面还是要点面子 男人轻蔑地冷笑 虽然内心已经伤到极点 但她表面不会太失控 男人只提出一个要求 如果官员也会和她的女人离婚 并且迎娶她 那么男人就同意 不动声色地与女人离婚 女人急忙去找官员 讲述他们的苟且知识败露 不如各自离婚后在一起吧 官员却支支吾吾 她怎么可能会离婚呢 做个浪子多好 她满足于这样的调情 但不能影响婚姻 果然男人最懂男人 女人总是高估了自己 在男人心中的地位 等到要被抛弃了 才知道男人根本没有多爱 女人才看清官员的真面目 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只好收拾妥当和男人一起来中国 在这穷乡僻壤的小乡村 没有什么逮捕工具 男人只能让教父们抬着她 旁边还抬走了一幅棺材 是一个因瘟疫去世的人 烈日炎炎之下 女人就这样忍耐着酷热 陪伴男人一路到达了目的地 男人似乎也有意折磨她 在来到村庄后对她不冷不热 一直在冷战中 一心扑在救治病院上 无聊的女人偶尔找副官小胖聊天 了解当地的情况 小胖说没有外国人会自愿来这里 因为瘟疫泛滥 人人自危 讨厌洋人的村民也可能找上门来 在这样艰难且无聊的情形下 女人怎么忍受得了 她忍不住要找冷战中的男人谈谈 当她带着晚餐 看到这个工作过度 十分劳累的男人时 竟然有点心疼 不过 男人还是那样 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想她 女人让她放过自己 男人说她并不讨厌她 只是恨自己 恨自己曾经爱过她 女人无奈 只能活过一天是一天 找些事情做打发时间 幸好还有法国的修女需要她 修女们负责修道院兼孤儿院 帮助小朋友们 女人看到这些小朋友没有父母 生活艰苦 却都自己自足 缝衣服 学唱歌 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 她被这些人们打动了 这样简朴的生活 即使没有她曾经享受过的荣华富贵 却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于是第二天 女人重新找上门来 和修女说明自己想帮忙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修女知道她不是吃苦的料 女人再三恳求 说自己就算擦地板也行 修女见她态度诚恳 心意已决 便同意下来 她语言不通 又没有经验 刚来抱小孩就忙得不可开交 手忙脚乱 不过很快 女人就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了 在音乐教室有一台钢琴 从前她在家中受过音乐教育 弹起钢琴是一绝 孩子们在女人周围跳起舞来 欢歌笑语充满了整个教室 恰好男人从医院中忙完 路过音乐教室 她看到了这再歌再舞的一幕 情不自禁的驻足 她凝望着弹钢琴的女人 心中感慨万千 她好像退去了浮华 留下了一份质朴与和谐 她明白她在改变 向自己靠拢 男人坚硬的心在慢慢变得柔软 只是还无法释怀她曾经的过错 外面的局势更加动荡 瘟疫已经带走了很多人 在疫苗效果不佳的上世纪 男人为了缓解瘟疫蔓延的速度 把村里遭到污染的井盖给封上 村里的百姓们却对她破口大骂 因为断了究竟的水源 他们只能每天走更远的路去挑水 男人纯粹是为了百姓们好 但大家对她的恶意并没有削减 反而因为她是个洋人更加怨恨 男人眼看被瘟疫带走的人越来越多 提议要把因病去世的人立即掩埋 但这和中国百姓的风俗习惯冲突 随着村民们的不满逐渐发酵 他们对男人的抗议越来越大 外面早已不是安生之地 这天 几个中国少年对女人围追堵截 只因她是个外国人 女人一路狂奔 眼看就要穷途末路了 男人英雄就美 帮女人挡下一劫 都说夫妻吵架 床头吵架床尾和 冷战的二人也终于就情复燃 对彼此有了信任和依赖 女人开始探班男人 关心她的起居 和她一起游山玩水 这才真的当了一回神仙眷侣 一时间羡煞旁人 好时机二连三 女人这天感到身体不适 修女们检查说是害喜了 因为想到了自己和官员的往事 男人一开始听闻也面带喜色 不一会儿又变了脸色 那孩子不一定是她的 来不及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 男人又要深入难民营 为更多的人治病 男人的身上担子太多 实在无法大家小家兜骨 就这样不舍昼夜 男人终于病倒在了岗位上 女人得知男人生病后 紧忙赶到难民营 但瘟疫的感染力度太大 也没有研制出好的药方 男人已经病入膏肓了 眼看着男人呕吐 眼眼一息 女人为她擦着额头上的汗 把点滴调好 男人轻声呼唤着她 女人聆听她的话语 听到的却是一句 请原谅我 男人为自己曾经的冷酷抱负 为互相折磨而道歉 女人的情绪不能自已 明明最应该低头认错的人是她 可曾经她却理直气壮地背叛她 嫌弃她的无趣刻板 男人却一直在等她回心转意 等她能真正地与自己磨合 这样的等待有多漫长和难爱 女人也为自己的过错向她道歉 但男人已经离去 独留下她一人忏悔 这样的悔意如何偿还 也许只有把爱传递下去 女人安葬完男人 终于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 副官小胖抱着她安慰 没有了男人 女人也没有留下来的原因了 她收拾行李离开这片土地 回到了英国伦敦 多年后 她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花店 男人正是在花店与她求婚的 满载着他们的回忆 手边牵着的孩子正是 她和男人的孩子 好巧不巧 就在花店外 女人发现了浪子官员 女人保持微笑 礼貌问好 官员却还想常常回头草 不要脸地向她发出私会的邀请 还想要再续前缘 然而物是人非 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难 眼看过心爱的人 在面前与自己天人永隔 女人已经彻底地脱胎换骨 她不再是从前那个 只想着寻欢作乐的富家女 她只想抓紧孩子的手 和从前的救人说声再见 当孩子问起那官员是谁 女人淡然地讲道 她谁都不是 她学会了舍弃不重要的人和事 因为和男人在中国的经历 是不同寻常且刻骨铭心的 她也终于明白了 只有清楚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才会找到人生的归属感和意义感 不再空虚和寂寞 从而更好地活下去